不容忍独油阿基师将功赎罪下海卖餐券 来到国际旅展 这位不就是大名鼎鼎的阿基师吗 怎么变成服务生不只得站柜台还得自己发传单 事情处分就是以一个大过的处分 我相信怎么样证明我是戴罪立功 在现场帮忙促销卖券卖吃卖住的 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个标准这样子 那用最实际的收益数字呈呈现给大老板看一下 原来服务中饭店也误用正义黑心油 身为行政总主厨的阿基师 第一时间开记者会道歉 事后还自情处分 一支大过被扣年终奖金两年内还不得升迁 总经理他也能够提许我过往 对公司的忠诚度跟相信力 所以就暂时这个案子先hold住了 黑心油风暴害阿基师赔上信誉 因此接下来 未来的把关方式呢 我会做到两家 我会用另外一家去交互比对 就让他们产生矛盾的当中 我们去抓他的缺失 动新闻这就是真男人报道 咱俩名传播放